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部任务系列视频 我是竹江导师布鲁 通过上一讲的学习 我们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图片 轮播器的加载图片这一块 基本上都已经学完了 我们学会了加载本地图片 也学会了如何发起一个异部任务 去加载一个网络图片 那么我们本节课 将会继续来学习我们新的知识点 来看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本节课继续学习图片 轮播器相关的知识点 就主要是开始轮播了 开始播起来了 而我们要想实现的 就是我们的无线循环轮播器 这里的话老师给大家介绍两种方式 我们本节课先学习第一种 老师把它称之为叫做欺骗适配器 欺骗适配器它如何来写的呢 就是在适配器当中 将get count这个函数返回的值 设置为无限大 这样的一个欺骗适配器的一个操作 就能够实现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功能 那么它真的有这么强大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代码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项目工程在这里 我们往右跑的时候 这里会隔两秒加载一张图片 那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可以把上节课的这里的代码 把它改一下 我们上节课是为了看效果 我们现在把这个休眠两秒 还是把它屏蔽掉 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代码 然后现在再把我们项目工程跑起来 我们上节课加这个两秒 只是为了加深大家的一个理解 我们现在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就不是这一个部分了 为了一伙能够更快的看待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把这个休眠两秒 先把它给关闭掉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 我们项目工程就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显示 虽然说也可能会去加载 但是就很快了 好的 就在我们现在的基础之上 我们希望滚到最左侧 能够继续往最左侧滚 滚动到最右侧 又能够继续往最右侧滚 然后我们学的方法是什么呢 欺骗适配器 在适配器当中 将GitCount的值设为无限大 那么这里的话 就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最开始是我们在写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适配器的时候 给大家解释过 我们核心方法 GitCount其实非常重要 GitCount顾名思义 它得到的是一个数量 其实这个数量就是说告诉我们适配器 你到底有多少个条目 你到底有多少个条目 那我们适配器会根据你指定的条目数 去具体的渲染 比如说你告诉我 你有三个条目 其实它就会去渲染三次 分别是012这样的一个position 如果你告诉它你是有五个条目 它就会去渲染五次 分别是01234 而我们之前啊 我们之前这里的数据分别是四条 我们这里只有四条数据 所以说它就只渲染了四次 这是它的根本原因 它不能继续滚动 我们现在想要它无限循环的滚动 那么我们换句话说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让我们的适配器去渲染无数多次 去渲染无数多次 那么它自然也就能够去 我们这里滚动 也就能够滚动无数多个页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核心思想 而我们这里选择的是 这里返回的是一个无穷大的值 返回的是什么呢 return一个叫做我们的一个叫做 integr的一个叫做 integr的一个max值 其实这个值它也不是无穷大 这个值也不是无穷大 只不过是int类型 它可以取到的一个取值区间的最大值 只不过相对我们而言 相对我们而言 它已经算是一个无穷大了 当然它理论上不是无穷大 只是相对来说已经很大了 然后把这些代码平定掉 这是我们改的第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的适配机会发现 哦原来你不止四个条目 你有无穷大过很多很多 那么我就不停的翻的时候 我就不停的会去渲染它 对吧 这是我们适配器 它挺傻傻的 它就会根据这个条目来渲染 好了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去思考了 我这里的条目数 它去渲染的时候 这里去渲染的时候 会去渲染无数个 会有无数个 那么具体的每一个长什么样 是不是核心方法在这儿啊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Instant Item Instant Item的方法 它决定了每一页的数据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本身啊 本身只有四条数据的时候 这个position的取值 还记得吗 取的是0123 那么对应的这个0123的下标 就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应的数据源里面去找到它对应的值 它不会去超过一个数主越界 大家想一下如果我访问的是一个4 访问的是一个5 它这里只有0123 如果你访问的是4和5 是不是就会引发一个数主越界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啊 那么我们想一下 现在 现在它本身position只会取0123 而你现在有一个max value 它不再局限于0123 它可以取到0123456789 它能够取很大很大 那么它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改这里 就会引发一个数主越界啊 当我们渲染0123 OK 这里渲染没问题 当渲染第四个的时候 当渲染第四个的时候 这里data是取一个4 那么我们能取到4吗 肯定不能取到 这就是直接就是我们的数主越界 那么这样的一个异常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跑起来 让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程序渲染到第四页的时候就会崩溃 为什么崩溃 就是我们的数主下标越界了 这里的present取值现在是无穷的可能 而我们允许的只能是0123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把多余的日子都清上一清 这里渲染往右滚动 再往右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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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很抱歉 你的一个应用程序已经崩溃了 那么崩溃的话 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红色的一个日志 这里是什么崩溃呢 其实非常简单 array index out of bound 就是我们的数主越界 你想要去取第四个元素 但是我们的总长度都才4 总长度都才4 你能够取的就是0123 你能够取到4吗 不能 所以这就是我们崩溃的根本原因 那么当我们完成了第一步欺骗适配器以后 还不够 还要再来做 那么我们这里常见的写法是怎么来写呢 虽然说你可以取到无穷大 但是我其实只关心的是就这四张图片 0123 那么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写法是用这个position 对我们当前这个数据的data.length取余 大家想一下取余 注意这里 注意这里啊 我们的核心代码在这里 我们的position 它虽然可以取到0123 OK 没问题 取到4的时候 4对我们的这一个长度取余 那么它又会变成几了 就又会变成0了 那么它是不是就不会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取余的代码加进去以后 其实它position的取值啊 它会永远在一个数据内循环 0123 当我们取到4的时候 4对4 4对我们的4取余是多少呢 又是0 然后我们的0对4取多少呢 还是0 我们的5对4取多少呢 取的是1 6对4取的是2 7对4取的是3 然后我们就只要对完成了一个对当前长度的取余 我们就永远会在0123这里面进行循环 这样我们的条目也就这4个条目 也就是这4张图片 是不是这样就能够完成永远的01234 0123 0123这三张图片的循环啊 所以我们的核心代码就这一行 既然你的position会下标越界会完成一个越界 那么我就对我们的宿主长度取余 那你永远不会越界 你永远取值区间就是0123 0123 好的 那么改到这里的话 再把我们的项目工程跑起来 看一下它现在还会崩溃吗 或者它现在的形态是怎样的 好的 这里正在install我们的apk 大家稍微等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马上我们的项目工程就可以跑起来了 好的 我们项目工程已经跑起来了 还是把多余的日子清上一清 这里的话 这是第一张图片 往右边滚动 第二张图片 往右边滚动 第三张图片 往右边滚动 第四张图片 好 关键点来了 我现在往下滚动 是不是会取下标position4 4对4取余 它又取得了0 我们往右滚动 咦果然如此 它又显示的第一张图片 我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又是它 又往下走 看见没有 所以说我们的适配器是不是傻傻的呀 它就会根据我们这个get count这个数量 永远去渲染一个无穷大 我可能会渲染无穷大 但是我具体在渲染的时候 虽然说是无穷大 但是呢 我依然是在0123这个死循环里面去渲染 所以说我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 那么我们现在就完整的实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功能吗 还不够 为什么老师会这么说 我们再点开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往右边滚是没问题 我们尝试一下往左边滚呢 往左边滚 也没问题嘛 对吧 那我们再继续呢 往左边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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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怎么这里不能再往左边滚呢 看见没有 就换句话说我们的应用程序一进来 一进来是不能往左边滚的 这样就不满足我们的需求啊 我们是一个无限循环左右两边随便滚 而我这边左边不能滚 那就证明我们的代码还不够完善 我们还可以再优化 我们怎么来优化呢 只需要改动一个地方 首先我们这里渲染的是无穷大 对吧 这里就是无穷大 那么既然是无穷大 我想要一来的时候就能够往左边滚 那么对应的我让他一来的时候就去选择一定数量 既然你是无穷大 比如说我一来就去选择 先选择底1000项 既然选择的是1000项 那你前面还有999个项 你就能够往左边滚了呀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的思维啊 一定要跟着老师走 我们既然想一来就能够往左边滚 我们现在不能往左边滚 是因为我们一来选择的是第0项 第0项左边是-1 我们有-1吗 没有 那么我们如果一来就选择一个较大的项 比如说我们选择1000 1000的左边是999啊 就我们就能够往左边滚 所以说我们最后一个优化的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绑定适配器以后 我们这里要写上一个什么呢 选择选择一个较大的一个条目选中 比如说我们的vp.setCurrentItem 而这里的话请注意啊 CurrentItem这里取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呦 我们要想它往左边滚动的时候 显示的是第4张图片对不对 那它滚动显示第4张图片 所以说必须是这些图片的一个整数倍 请注意啊同学们 你要想往它第一张图片 往左边滚就能够显示它 显示这个照相机 那么就必须让它属于一个整数倍的选中 那么再往左边滚就会滚入上一个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老师常见的写法 就是我们对应的 比如就是我们的img 一个叫做imgis点 一个imgiris点 lens 比如说我们心上1000 就是让它当前的这样一个长度 一个1000 1000的整数倍让它去选中 然后这里传递一个参数是 true 让它快速去选中 并且没有任何的动画 请注意这里啊 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一来不能往左边滚动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你当前处于第0项 你前面没有-1 那么你想要往左边滚动 那你就让它左边有数据不就行了吗 那你就去选择 一来就选择一个较大的一个像 选择较大的像这个数目也是有讲究的 又不能随便取过去选中200 232 256 你去随便去选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达不到一个循环的一个目的啊 你想要去循环 你就得是这个数据的整数倍才能循环起来 所以我们这里一般会默认去选中当前长度乘以1000 好的 现在把我们的项目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们这里选中1000 然后乘以它的长度是4 其实就是4000 换句话说我们的左侧是有3999个元素的 它其实也不是无穷 你如果真的是较劲一直往左边翻 翻3000多个你也能够翻到头 只不过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里包括我们在渲染适配器给的 这样的一个intermax值 以及这里选中的值都是一个相对而言 一般来说不可能用户连续往左边滚到4000条 也不可能用户往右侧滚到我们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条 我们这里都取的是一个人性化的理智的区间 但是我们如果从代码上来分析 大家要知道这里绝对不是无穷大 而这里往左边滚也绝对不是永远可以无限循环 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清晰 好的我们项目代码已经跑起来了 这里一来的话我就往左边滚 看见没有选择照相机了 再往右左边滚 再往左边滚 再往左边滚 这就是我们一来 因为我们现在一来就是4000项 那么往左边滚3990项 那自然也就是他呀 那也就自然是他 我们往右边滚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功能 对吧 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就是欺骗我们傻傻的适配器 然后再做一个数据的取余的操作 然后一开始再选中一个较大的数 其实就三步走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第一种实现无限循环 就是我们的欺骗适配器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奥妙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